虽然我们是初一初到初十五 都是没有得回家 没有得跟家人过年 然后就是习惯了啦 耍着尸头练习跳妆 23岁的郭润成 加入五十团已经有五年的时间了 而他也从五年前开始 每年的初一到十五都不在家 其实我年三十晚都有吃个团圆饭前 然后才出队啦 然后就出队那种感觉就很开心啦 就从以前没有体会过这种感觉 这种热闹的感觉 就跟自己跟家人去拜年不一样 去跟那些陌生人拜年啦 然后又看到顾客他们很开心啦 我们也跟着开心 虽然我们是初一初到初十五 都是没有得回家 没有得跟家人过年 可是跟朋友一起出队 那感觉又不一样 如果讲有一年啦 不给我出队啦 我是不习惯的 没有听到鼓声 没有捂到石头 我就是别打喊了 论成这带新年的习惯 其实在母亲的心目中 何尝不是另一种习惯呢 在学校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了 就是过年期间回来一天就不见人影了 开始也是有时候会自己心里想说 哎哟 为什么过年的时候就是不能全家人这样一起出去玩啊 然后就是习惯了啦 其实一开始他们是会骂啦 可是后面也是就习惯了 因为他们也知道我们在参与这个团体是什么 什么怎样的一个东西 论成身为宏德体育会副团长 为了安排50团的新年事务 常无意中忽略了家人 不过对于团圆饭 他却有自己的坚持 其实我年30晚都有吃个团圆饭前 然后才来出队啦 就是像我们除夕 除夕就是回来吃一个团圆饭 然后他就跑了 就是开始他的那个行事活动了 虽然每次新年都没有办法一起度过 但身为母亲的王美兰 对孩子却没有任何的怨言 支持当然是支持他啦 支持他啦 他要什么就是 毕竟不是做坏事就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